給你一個讓你知道除了天燈節之外 泰北還有多麼漂亮多麼好玩的一個難忘的體驗行程 今天有幾個東西想跟大家分享 第一個想跟大家分享就是 Vasio身為一個就是在泰國 已經生根了八年的 在專業深度旅遊的旅遊公司 我們一般規劃行程的邏輯會是什麼樣子 我們平常在幫客人規劃行程 我們要推出一個行程的時候 我們就會比較考慮整個行程的平衡性 我是把它稱之為八點平衡 因為語家一樣八點平衡 就是比如說我這個行程不會只著重一樣東西 我會有各種不一樣的體驗 比如說大自然的東西 我一定也會有 歷史人物的東西我一定會有 美食的東西我一定會有 享受的東西也會有 然後看美景的 還有特殊的住宿 然後還有那個購物 非常大家非常那個需要的 然後還有團友之間的相處 因為我們的行程會是有很多不一樣的人來參加 那我們必須要確保說 我們在這個行程之間是有這個時間跟空間 是可以讓團友稍微沿諾一下感情 然後缺到美好的 對因為這個真的是會讓整個行程順利啊 還有整個行程的這個體驗升高很多 不會說這個行程專門就是只有 一直看大自然或者是一直看廟或者是 對什麼我們會去考慮到這一些 我們有很多的這個節慶團 節慶行程 那最近的一個節慶特殊團呢 就是天燈節 那很多人都誤會說 我覺得說 VASIO辦了天燈節 那天燈節的這個活動 就是高潮了吧 就是最重要了吧 錯 我們是誰 我們是VASIO 我們怎麼可能搞一個四天三夜的活動出來 結果只有一個高潮呢 一定是讓你高潮不斷 所以說我今天就是要好好的告訴大家說 我們規劃形成的邏輯是怎麼樣的 然後告訴你說我們的天燈節 為了要符合我們平常的這個邏輯 就是規劃的這個執念 天燈了 我要兩天燈 我的天啊 我整個奇蹟力跟的那樣也太美了吧 我好飄啊 我的天燈好浪漫喔 我手交給我的天燈 我要 вод手交給我的天燈 我能把你看到我的天燈 它就可以不輕的 好的 看到剛剛那些景點是不是覺得 超級想要Amazing 跟我們一起去玩 為什麼你一定要來跟我們VASIO 去這些太北的這個景點 參加我們天真節一日由才去得了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規劃這些點 是你交通上面都非常不容易自己到達的 其實我們只有第一天是在清麥市區 之後呢我們就是往山裡面 往郊區甚至一路開拔到太緣邊境 清麥在這裡 然後呢我們只有第一天在這邊喔 接下來就一路往北 永不回頭 我們一路拉到這個地方 它是在這個有一個山叫做安康山上 你沒有自己交通你根本去不了 然後再加上呢在太北 有非常多的特殊的地質環境 比如說像中鲁石洞啊 比如說像是峽谷啊 這樣一些類型的景點 還有很多的廟宇古蹟等等 然後呢如果你去這些景點的時候 沒有一個富有專業知識的導遊帶著你的話 其實你去這些景點就像蝦子摸象一樣 你就只是看樣子 你不知道為什麼藍廟裡面有一個旗子 上面的十二生肖 最後一個生肖 不是豬 是像 你不知道這些典故遊覽 你看他只會覺得說 喔好新奇喔 好想知道為什麼 可是如果你沒有導演 你是完全不會知道 你可以有用非常簡單舒服的方式 跟著我們 讓我們帶著你有專車 然後一路到這些很特別很不一樣的景點 然後你可以完完全全不需要擔心說 你需要自己去溝通語言啊 尤其是老實說 泰北的泰文跟曼谷的泰文又不一樣了 有些人可能覺得 喔我來過泰國好幾次了 我有去學一些泰文 就覺得他可以在泰北橫行無阻 是完全不對的 所以你沒有這一些local的人來帶著你去 事實上你是不太可能可以自己達成這樣子的旅程 所以你有去過天燈節嗎 老實說其實沒有 對但是就是每一次就是想要去的時候 然後就是查網路上面啊 老實說我真的覺得網路上資訊還蠻亂的 這一次呢我們有幫大家就是 稍微把這個天燈節啊 這些紋亂的資訊做了一個小小的整理 那提供給大家參考 很多人都以為說清邁天燈節是不是有兩天還是三天 其實沒有天燈節呢 沒有其實真的沒有天燈節這個東西 是水燈節 那水燈節事實上是只有一天的 就是11月11號 那天燈節呢是這些主辦單位 他們放天燈只有放一天的話 可能會讓一些買不到票的人不開心 於是他們就放了兩天 那如果參加我們團的話呢 是放11月11號當晚 然後除了天燈我們還會放水燈 天燈節呢其實是辦了非常久的活動 那最出名最出名辦的歷史最悠久的呢 叫做伊拼International Latin Festival 就是國際天燈節 很多人都說是官方的 根本就沒有所謂官方的 因為泰國政府是沒有辦天燈節活動的 這些全部通通都是私人機構辦的 只是因為這個國際天燈節他辦的最久 然後呢大家就以為說他是政府辦的 事實上不是 但他票價也最貴 他今年的那個票價 已經是到了300美金一個人了 是不是很瘋 所以以前免費的也是這個嗎 以前免費的不是 這個活動從來沒有免費過 以前曾經有辦過一次免費的 但是那一次好像釀成了一些 就是安全上的微微 對 而且是好像是跟那個 那個航空有關的 就是好像可能給飛機看到了吧 飛機被一群那個天燈圍繞住 絕對有點浪漫 這樣子 機長叫那個空姐抱啊 對 所以就發生了一些 就是飛安的那個一些狀況 所以說他們就不准再辦這個免費的 因為免費的聚集了太多人了 這樣子 另外一個呢 一般俗稱把它叫做牛仔 牛仔廣場天燈節 Cowboy的 因為他的那個 舉辦的那個 場地就叫做 Cowboy什麼 牛仔的一個地方 然後他是 呃 呃 泰國的 藝術設計中心辦的 那這個呢也是很大 然後這個活動也是挺豐富的 不過他票價也是貴 他票價是六千多塊 對 現在就是 現在啊齁 你要參加那個天燈節啊齁 你就是先存一點錢 因為天燈節真的是不便宜的一個活動 坦白說 然後 呃還有便宜一點啊 便宜一點的那個可能 呃三千 三四千塊 三四千塊 但是你可能就只有看到幾百個天燈 最後有一個 主辦方呢 也是最重要的主辦方 就是我們使用的主辦方 他真的是我們找到一個瑰寶 然後 當時呢 他在2017年的時候是第一年舉辦 然後當年舉辦的時候 他打出來廣告 活動 活動啊 各方面啊 都非常豐富 很新耶 對非常非常吸引人 然後也很新 那我們也很難意說 欸會不會沒有 沒有人去 對因為天燈節這個 萬人天燈節你要看的就是 他萬人放天燈 對對 延續看到兩百個天燈 就是苦苦而已 所以說呢 我們當時 還是就覺得 給他一個機會 於是我們就去了真的 非常的多 我就是跟 很貴的那兩場的人 數量是 不凡多 就是都是四五千個座位 沒有算那個站著的人 然後他也是一個人 給兩個 兩個天燈 對 跟我們的團 我們是買VIP票嘛 VIP票就是給你兩個天燈 然後呢 再加上他現場的那個表演活動 還有他的這個 呃 泰國的那個 小吃攤販 因為 票券都是有含這些吃飯 所以我可以在那邊有個Buffet 對 而且 種類之多的 然後還有他的表演活動 是精彩 好豪華喔 我完全覺得啊 就是我們就是 撿到飽 對 因為他2017年才辦 所以他的知名度 可能是在泰國人 很高 還有 還沒有被觀光客 就是 對 入侵的 所以呢 我們去到現場 去的幾乎都是 就是 九層都是泰國人啊 九層都是泰國人 然後 還有一些歐美客吧 而且他的地 超級無敵大 他地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你不會感覺是 好像很擁擠這樣子 人啊 什麼的 然後 退場的時候 我覺得他們那個動線 也是安排得不錯 我們退場啊 大概十分鐘以內 就可以上車離開了 我覺得這個場地真的是 我們真的撿到飽 而且他現在 他其實去年跟今年的價格 已經是不一樣了 他今年已經漲了 忘記一千多 還是快要兩千吧 但是他今年的票價 其實也是 五九九九 五九九九 就是六千塊的意思 他今年票價也已經六千了 所以 嗯 就請大家好好珍惜 票價 是這個 也可以講低廉嗎 沒有 真的是 跟別的比起來 對 因為如果等到明年的話 第一個票價一定會在漲 因為 票價本來就是每年在漲 你看看那個國際天真節 漲到三百塊美金的風子一樣 因為萬人天真節 這個的確是 有被一些媒體報導說 是你一生一定要去的 全世界一生一定要去的 節慶之一 因為那場面真的很壯觀 對太壯觀了 就真的 我自己本能去那邊 我就整個撇數 大撇數 而且我們在現場 其實就是 有團員啊 當時 他的那個長輩啊 身體就是不舒服了 很長一段時間這樣子 然後啊 他平常也不是 多麼的性鬼神這一種 但是當天他到現場看著 像上萬個天燈 冉冉升空的時候 他就忽然 感覺到了力量 你知道嗎 他就 忍不住就祷告了 有欺負的感覺 他就 祈禱說 他的長輩啊 什麼的可以 就是身體健康 這樣子 好起來 我覺得 看這個天燈 是 除了漂亮之外 其實是可以給人家 一種能量的感覺 對對對 給你一種 勇氣 大家都在許願 大家都有希望之光 對 大家都在許願 然後沉著大家的願望 你的願望 也可以快速的 到達那個 就是 幫我們完成願望 那個大哥的合理這樣子 明年還有可能不會辦了 因為其實今年 就已經有蠻多的 就是 在清邁那邊 當地一些環保團體的 內地的 環保團體的聲音 說 放天燈會造成污染啊 不太好啊 就是他們的 這一些聲量 這樣子 那 今年就是 還是有辦這個活動 但是 不曉得明年會不會有 有可能政府 就是會尊重這些環保團體的 這些聲音 就不會再有 就此成為 今年就此成為絕響 那要怎麼報名呢 就是要到我們的官網來報名 因為我們時間已經快要到了 那 每天問的人都超多的吧 對對對 然後而且因為我們要去看天燈那一天啊 然後就是Ash的生日 從今天看到播出以後開始 報名的呢 我們就會送給你那個 太北非常特殊的 木樁按摩 那個真的很特別喔 它一般按摩就是用手對不對 它是用一個木樁 然後頂在你的身上 然後像雷公一樣敲那個木樁 叫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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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 然後你的身體就會 莫名其妙感到無比的舒適 然後它那個其實是用音波的一個原理 非常的舒服 好的 大家要記得要在10月10號 以前報名付款完成 就可以有這個Ashley自濤腰包 送你的木樁按摩小禮物 還有10月10號以後你報名 我真的也不知道報不報得到 我們今天的這個影片 分享的一些關於 泰北青麥天燈節的一些資訊整理啊 希望你們喜歡囉 拜拜 拜拜